哈囉,大家好,我是瑞強 又到大家最喜歡 蛤?又是學日文的 滑吊 等一下,我知道教學片大家沒什麼興趣 但還是留步啊 咳咳 總之 又是大家最喜歡的學日文時間了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日文是 運氣超好 還有衰爆了的日文怎麼說 講到運氣好還有運氣不好 大家可能會先想到的日文是 運がいい 還有運がわいい 但是呢 這個單元當然不是要介紹這種 大家可能都知道的日文 那在一般的日本年輕人之間 或者是他們在跟別人聊天 會講運氣好跟運氣不好的時候 通常會用這個單詞 ついでいる ついでいる 口語的話可以省略ている的e 會變成 ついでる ついでる 如果你看到這裡有一個疑問就是 為什麼口語省略要省略ている的e呢? 我之前拍影片呢有介紹過日語的口語化 那大家可以去看之前的影片 我都把它貼在右上角喔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下 那我們拉回正題 運氣好走運的話 日本人會說 ついでる ついでる 好衰 衰爆 衰死 有過倒霉 這日文是 ついでない ついでない 只有我覺得中文在形容負面詞特別多嗎? 好久不見 最近どう? 好久不見 4ついている、4ついていない やったー! 高口2000当たった今日ついているわー やったー!高口2000当たったー 今日ついてるわー あー! ちょうど電車がいちゃった 今日ついていないわー あー! ちょうど電車がいちゃったー 今日ほんとついていないわー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的日文教學啦 那前陣子呢有網友傳インスク園跟我說 我之前拍的日本人在跟別人推薦的東西的時候 都會用什麼日文的這支影片內容 在考試被出出來了 也有網友跟我說他跟日本朋友講這句話的時候 日本朋友嚇一跳說 啊!你怎麼會用這個?好厲害哦 我看到這些訊息的時候是真的很感動又很開心 那其實呢這些影片內容只是提供大家一個講法跟說法 例如我們中文說開心這個情緒的時候有很多講法嘛 快樂、愉悅、爽、好爽、爽翻 像終於100萬這麼爽 就是有各種的講法來形容這個開心的心情 啊只要多會一個講法就可以更精確去傳達自己的意思 所以希望大家在看我的或者是別人的語言教學的影片的時候 比起我沒有聽過日本人用過啊 你亂講一通這樣的心態 因為其實我真的有聽過 只是你沒聽過而已 不如試試看把心態轉成 哇!原來有這樣的說法我之後也要試著說說看 說不定你真的記起來之後會發現很多綜藝節目啊 或是日劇或者是動漫都有可能會講到這些 你以前沒有意識到或是忽略掉的日文 好!那最後再跟大家說 日本人如果覺得今天真的是衰到爆炸的時候 他們還會講一句話是 なんでひだ!なんでひだ! 這是什麼鬼日子這句話 也是蠻常用到的 我也有聽過朋友講過 啊!然後大家也可以順便追蹤一下我的Instagram喔 在這裡 我的日常生活啊還有生活的照片 幾乎都是放在這裡有興趣的人 可以follow一下喔 那就這樣子啦!掰掰!再見! 掰掰!下支影片見! ルーちゃん!ルーちゃん!ルーちゃんねる登録よろしくね! チャンネル登録以外のオススメの動画 こちらでーす! ナミてね 突然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